四杀,湖南台评出世 既同卓,高天鹤,汪涵后,杜海涛又摊上大事 湖南台一直都很会迎合年轻人的口味 这里的综艺节目都深受年轻人的喜欢 几乎每一档综艺节目都能获得非常好的收视 因此大家对于湖南卫视的主持人也都十分熟悉了 其实新人出世,对湖南台的影响还没那么严重 但没想到高天鹤的事情还没过去多久 湖南卫视的当家主持人汪涵就摊上大事了 而湖南卫视正处在风口浪尖之中 汪涵的这件事或多或少影响到了湖南台的形象 可是没想到这还没结束,杜海涛又出世了 看到杜海涛又出世后,网友们也很好奇 湖南台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呢? 怎么会突然被厮杀了呢? 或许他觉得时间异常,网友们自然就会忘了这件事 但没想到大家这次看到同样作为主持人的汪涵的态度是 对他的不满更严重了 纷纷在网上声讨他,并且请求他发声 而杜海涛也再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